大家 晚上好 我小兵又 在星期五的晚上开始直播 现在已经11点39分了 这个直播今天也 不是很顺利 刚才网路又是非常的不清晰中断 我也不管了 就继续要把今天的话题 跟大家分享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这个衣服不是韩国瑜的衣服 当然要拿去洗嘛 但是你看这个这边这边 你们看这个我写什么呢 不是我写这个这个贴纸是 兔子跟着 月亮走 我们跟着兔子走 刚才10点多的时候韩国瑜 在他的脸书里面有直播 谈了30分钟 有关于 他 这两个礼拜 在以来所做的政策上的一些 推广 向大家 报告 我听了之后 我觉得他真的是 在 做事 而且他 做事呢 面对很大的压力 他的压力 压力 来自 市民给他的压力 那还好 因为选民 市民给他的压力 是希望他 不是空口说白话 是真的在做事 但是另外 另外一方面的压力就是 他的 对手 他的敌对阵营 不喜欢他的人 失去政权的人 就是失去高雄政权的人 他们的一些 所谓的 政党 给他的压力 凡是韩国瑜做什么 他们都是 贴标签 他们都是认为他做错 我好像听到一个消息是 这个 对方的知名还认为说 韩国瑜 的胜利 并不是能够决定 这些日子高雄整个 兴旺起来 意思说 高雄突然之间兴旺起来 跟韩国瑜的效应 是没有关系的 哎呀 听到这样的东西啊 我真的作为一个外人 觉得好好笑 明明在选举之前 整个高雄是死气沉沉 你说他又老又旧呢 虽然不是指 整个高雄 但是 很多 大的建筑 并没有 人流 大的百货 山厂 并没有 客源 所以 又老又旧的意思 也就是在这里 那你去爱河 老实讲 我在那里爱河 虽然我只是 停留在那里一个小时 只是在爱河的一部分 但是我也在看这些 那些所谓的爱之船 在那些 客人 我看到一个真正的事 我就想我在那边喝咖啡 吹凉风 非常 悠闲 但是那艘船就停留在那里等客 等那两个客人不知道是谁 后来我也不知道等到还是没有等到 这蛮久的时间 那只船才离开 刚才 刚才韩 市长也说啊 如果那个船只是 那一家船只是这样 走爱之 走爱河来回一趟两趟 有什么意思 倒不如你花钱 坐船去骑京 最少那个有一个目的地嘛 爱河周遭的环境你看了 也没有很大的 让你感觉到 很兴奋或者很惊奇 所以刚才韩市长有提到说 是不是能够把 一艘船空起来 让交响乐 在那边弹奏 其实那个 这个idea是 可以商讨的 这样的idea是否 可以行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 那个交响乐团 的演奏 的音乐能够在爱河旁 有那些 扩音设备 或许 连行人都可以听到 交响乐团 在整条爱河 大概选一个 一个 部分 合题上 能够播放 不只是船上的人可以听到 合题行人都可以听到 这也是好 那爱河 这世纪上真的需要很多的 很多的 设备 可以加强 加强他的活力 韩国瑜也提到 提到一点非常好 他说整个 这观光 事业不只是停留在吃香肠跟喝杏仁茶 当然 台湾的香肠是 世界有名的 新能茶我喝了一杯 我就是喝新能哥的新能茶 我在那几天 每一天去每一天 都看到 经过 有时 经过 有时已经收档 有时排队排的很长 非常长 直到最后一天我去的时候 我就 去排队 很快我就喝到了 然后那杯新能茶真的好好喝 他们说常常喝新能茶 对身体 很有 帮助 我还没有去 参考书 到底 新能茶对我们有什么好好的一个 身体有什么好帮助 好的话在新加坡也可以买到新能粉 多喝新能茶 所以 韩国瑜所提到的一点就是 香肠 跟 新能茶不能够 完全的取代整个 高雄的观光事业 观光事业需要 有基础 所以他提倡 要更新那些 夜市的摊位 要把文创的 元素加进去 格仔戏啦 画剧啦 小品啊 就是 他讲 他有提到格仔戏 我现在提到 想到画剧啊 单口香生啊 双口 香生啊 小品 戏剧啊 都能够在那里 在夜市里面有一些 舞台能够让这些 文化节目 把高雄的文化 艺术推广出来 甚至歌台啊 我们新加坡很流行歌台 我们新加坡现在就是 歌台 几乎是 独霸天下 我是说新加坡的天下 那些庙会的活动啊 那些特别的节日 都是歌台 一般的文艺表演也有 比如在植物园有时请那些学校的 乐团去表演 一些特别的场合 请一些合唱团 但是 基本上民间 大力推动的 还是歌台 所以歌台在新加坡好像翻身 本来是禁止讲方言的 现在 你在歌台可以听到很多 方言的歌曲 这些就是 使到整个的 观光事业能够 逢波发展 不是礼刻 就是只是为了 吃吃吃 讲到吃方面 也真的要 提醒高雄人民 特别是这些探番 你们要做生意真的要 考虑到你们能不能够应付 我也借着这段时间 来分享一下我在奇境的一个 非常不愉快的经历 但是我没有怪那个小姐 我们夫妻订了四道菜 排队 订菜 无可厚非 总是要排队的 来到 我们 在那个小姐 那个 就是那个采购 那个柜台 柜台人员 要点 要点菜嘛 我们就跟她谈话 你知道吗 我整整让她 她整整打断我六次了 我有算了 我就有一种 不安的感觉说 这个 人怎么 她跟我谈几句话 她就在那边 吩咐他们 我能够明白她一个人 福建话说 包刷包嗨 要拿单 要点单 要知道菜来 然后要知道客人做哪里 很多 程序其实是不应该由她一个人去承担 那是她去承担 很多程序是有方法去促使的 但是他们没有这种方法 有那一种 你点的菜不是有一个号码吗 也没有 那你一个人就 所以我们夫妻就是做一个小位置 然后我怀疑 因为我们两个人吃的分量是有限跟一座人 所以她有一 有一五一师傅好像 那些比我们更迟来的人 反正菜都 来了 我们反正菜没来 那我跟她订菜 六次被打断 然后我发现 其实 英文讲 Messie 他们在那边乱 有些菜摆在那边 他们不知道谁订的 后面有客户 楼上有客户 前面有客户 三大区 几个男的在那边 捧菜到不同的客户 但是有些菜 做好了 然后前面有一个师傅在做那些冷盘 厨房在里面 哇 其实我真的犯上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我排队的时候 我应该看到这样的一种 晶莹的火效 我应该不要吃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一摊吗 像我在讲下去 你们好像知道哪一摊 很多介绍都很好 那我排到我已经一段时间 然后打断我 我还没有叫一道 我要讲一道菜 他就去顾别人 顾他的问题 然后越来越来 那我们也是要问价钱什么 多少 我其实是不啰嗦 我不在意什么 我只是说分量不要超出 我们两个人吃四道菜 我想应该是够 太多我们又吃不完 太少又浪费 所以他一直打断 那不是我们还在想 我们已经肯定了 那四道菜 一直打断我们的话 不要紧 算了 然后说 叫了菜 问我们坐哪里 我们两个人当然没有地方坐 他就很好 让我们坐在那边有一个小桌子 两个人 那我们就在那边等菜 各位你们知道吗 四道菜 我等到两道的时候 已经四十五分钟 四十五分钟等两道菜 两道菜不是一起来 是一道来了之后 差不多一道是 差不多二十五分钟来 第一道 然后第二道四十五分钟来 大概四十分钟 五分钟我就吃完了 经历是开始有一点 我也是有脾气的人 怎么做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不要不要 给他机会 给他机会 两道菜吃了我四十五分钟 我就直接 然后我就问那个 服务员说 我们还有两道菜来了吗 他跑去查一下 他就回来 你们点什么菜啊 我晕倒 我们点什么菜 菜单在哪里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还问我点什么菜 我当机立东说 我们不要了 你接账好了 吃了一道菜接账 我没有错吗 我生气 但是我没有爆发 我都没有爆发 然后你看到客人还是在那边排队 他还是在那边乱 还有很多 很多冷堂摆出来 也不知道给谁 每次看到他给错菜 给隔壁的那些其他的人 然后我们决定不吃 我跟我太太讲 我们不吃了 算账 好 那个男的服务生说好 然后他跑过来跟我们说 你要结账的话 你要去 那个小姐那边结账 就是说那个小姐包刷包害 要拿单 写下菜单 要吩咐 要吩咐 要知道 每个客户坐哪里 还要收钱 还钱 好了 要紧了 算了 忍嘛 高雄人这么热情 只是这一个他不应该影响我的情绪 就准备去还钱 你知道吗 我跟那个男的说我们不吃了 那个男的去找 那个 我有看到就跟那个女服务员讲 然后那个女服务员吩咐他 他又跑来跟我们讲 我应该照理 应该那个男的服务员说 他们两个不等了 还有两道菜不要吃了 结果他 他给我那个菜单 850元 我傻掉 什么850元 我只吃两道菜 怎么可能850元台币 那个男的赶快说 他有两道菜没有吃 那个女的 哇我真的滚了 你知道吗 我的个性 我不是一个 我真的受不了 我说小姐 你们你在搞什么 搞到这样 他竟然跟我讲什么 又不是我的错 他没跟我讲 不是你的错 那我的错啦 我排队排了20分钟来叫菜 叫菜你六次打断我 打断了之后 我在那边等了45分钟 你才两道菜来 我当机立断取消了 没事 我还钱你要我还四道菜的钱 然后我当然是有点脾气啊 我脾气你还跟我发言言说 不是你的错 哇 算了 还了钱我就走了 这是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事情 OK理智的想 清醒的想 说公道话 菜好吃 两道菜都很好吃 但是你知道我们吃这些热炒的人 最糟糕的就是你一道一道菜 而且相隔时间相差了太长的时间来 饭还在那边忍了 菜吃了 等下一道菜要等 45分钟两道菜 很辛苦的你知道吗 那我们也忍了 我们也沟通了 怎么会沟通没有讲清楚 那两道菜 后面两道菜是什么菜没吃呢 那你还敢敢跟我收全部的钱 那我可以不可以说你有意要欺诈我 我真的不想讲这些话 但是英州韩国瑜市长已经告诉摊贩们 告诉所有的餐馆们 你们的品质要好 这个品质不只是菜的品质 这个品质也包括服务的态度 服务的流程各方面要好 如果你发现 你没有办法做 你真的要暂停 你要告诉客人说 没有办法 你们可以不可以迟一点来排 你拼命的拿单是你做不出来 你做出来你不懂那些菜是给谁的 你什么人 你一个人包刷包害 什么都是你一个人 我知道你有压力 我知道你可能也不是老板 但是我请这个热炒的老板 如果真的知道是哪一摊的 你不会只是一到一件像我这样发生的事情 那你不可以对客人 你应该先来先解决吗 那两个人的你不要招待好了 你就放我们不招待两个人的客户 我们只招待必须凑满一桌 那我也无所谓 我可以去别一个摊位 我这是随便找一个摊位 我跟我太太 因为我的女婿跟我讲 去吃东西找排队的 我最怕就找排队 所以我跟你讲 过后我们这个遗憾 因为我们希望在高雄 吃一个好好吃的海鲜热炒 是遗憾 后来我们在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去到六合夜市 人已经没有这么多了 赶快找一个热炒 没人的 炒的好吃都不要紧 都很好吃 如果他比不上其他好吃 我都不要紧 我开开心心 他里做我 我叫几样菜 还叫一只台湾啤酒 两夫妇在那边享受那些菜 我开开心心啊 我何必呢 我花钱啊 我花了 我去餐馆吃台湾 那个餐馆真的好 就是这种服务人家要 我不是因为他是高级 我说他好 他的流程是对的 他的服务员是对的 我是他第一个客户 因为有一晚 我们在那个汉舍那边 哇 每一个餐馆都没 没办法 所以这个我不是告诉大家 我要吃三文字 所以有一天我们 因为我 每一次以前 我总希望一餐吃好一点 所以那一餐我们吃 荷油 其实那个牛扒 荷油 加上鹅蛋 鹅肝 哇 五千台币 我现在就蛮多了 但是 像对我们新加坡钱 两百多块 真的吃不到这样的 荷油的套餐 全餐牛的部分 那个服务员亲自每一道才跟你解析 怎样的烧烤 哇 我们坐在那边 然后那个牛扒 配上那个牛肉块 吃下去 我告诉你 还有饮料 招待你 告诉你 告诉你 跟你闲聊 生意好 他也 跑过去 跟你说对不起 招待别人一下 我说你去去去 我们自己会考 不要不要不要 我帮你们考 然后那个 六合一丝的那个 草也很好 老板娘很客气 问你 吃了 合适吗 我直接跟她讲 我不会吃那些龙须菜 不要紧 我说我喜欢吃 韩国裔的狗类菜 我跟我太太讲 我要吃狗类菜 我太太每次就 听不进去 所以我也是有点 跟她发一点 牢骚说 我们来到 高雄我要吃 高丽菜 对血压好 而且这是 韩国裔的标志 过来才 结果叫龙须菜 我不会吃 不是说那个菜 不好 名贵 好 我不会吃 我直接跟老板娘讲 过来才 你懂老板娘说什么 我现在炒给你 免费的 她讲免费 我就不敢要了 我说不要 不要 已经饱了 应该吃 热炒的狗类菜 下一次去高雄 第一件叫菜就是一定要狗类菜 我太太总是喜欢吃新加坡吃不到的菜 我能够理解她的心情 这个菜很特别 什么菜 问一下 炒 但是我不会 我比较挑 我可能比较挑剔 对菜 但是那个奇迹 那个 一大堆人这样去 抢着去吃 然后大家排队 结果那个摊位 没有办法有效的做出来 我想这个真的是 韩国裔市长所说的 你的服务 你的品质要好 品质不只是 你的食材 你的 你的那个烹饪的技术 也包括态度 包括你们 整个营业的流程 你没有办法 带这么大 没有这么大的头戴 那个帽子 你真的要想办法去处理 老板不要只是想赚钱 他一个人也是蛮可怜 我虽然发脾气 对着他 我也在这里说道歉 当时我一定是忍无可忍 但是他也真的是没有 他如果说 对不起对不起 人太多 我们很忙 他经常跟我哭 好像要哭要哭说 又不是我的错 对不起 反正他们 又把责任推到别人去 那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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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就不应该关顾你们 我当然也有脾气 我毕竟是顾客 所以这就是我在 其境不愉快的一个经验 那我已经告诉我太太 下次我们还是要去其境 我们还是要吃 我们并没有准备说逃避说 不好吃 态度不好以后我们不要去光顾 我甚至告诉我自己 我要去找那一个摊位 再看看 是不是那个小姐还在 想办法的去处理 想办法的去处理 这些问题 高雄不是很热爱的人 没有先入为主的那种观念 我真的不会开心 那我后来告诉自己 哎呀 可能我也发脾气 我也真的有不对的地方 但是大家也想啊 没办法 我 我 哎呀 真的是 没办法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发生的 那我也想 韩市长他 非常积极的 在推广 整个观光事业 找代员能 推销高雄 旅游局长 在机场 继续 你要离开他还在继续 介绍高雄 你看这样的idea是多好 你一定要离开了 在后继市要离开高雄 他还是有那个旅游局的影片 来吸引你 因为我们不可能 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去玩 对不对 单单一条爱河 我只是去一部分 还有整条爱河 有一个标志都还没有看到 其实也是走一两一部分 还有其间很远的地方 我都没有走到 我都没有办法去处理 就是没有办法去满足自己 希望能够把整个景点走到完 没有可能的 那你谈到还有山山 还有那些 服务院 历史 历史馆 美术馆 这些 这些观光产业 都是重要的一部分 好像我这一次这样 我 我离开了高雄 我真的认识很多 网友 韩国瑜 后援会的网友 我又很开心 一直在挣扎 要不要告诉他们说 我是 我是新加坡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 业余的一个直播客 刚刚在学习 眼皮真的敢不敢 眼皮这么厚 告诉他们 展现我自己的一些 哇 不成样的作品 但是后来我下定决心 我怕什么 反正我就是小人物 这也不是我的专业 我只是把 目的是要把心里的感受 经验 跟台湾人分享 你比较一下新加坡 跟台湾的一些差距 你介绍我们新加坡 台湾 你能够把高雄 介绍给新加坡的网民 所以我就决定 过去了 哇 没有想到 反应那么好 我一下子 增加很多网民在脸书 增加很多网民在 这个YouTube 特别是YouTube 很多人 已经 有多28位 订阅 我的YouTube 直到我现在的人数 已经超过 一千 一百多 本来我还很担心 因为能够少过一千 就是不妙 你们大概也知道 我在讲什么 那我很开心 他们都很热情的在脸书跟我互动 我觉得高雄人真的是很朴实的 有些还问我 什么介意不介意进来啊 他们介意 我当然欢迎大家 我也主动的 希望跟那些在 我在高雄的那几个post文 贴文当中 反应非常好 我就 也主动的邀请他们成为我的网友 反应非常好 多很多 现在网友 所以因为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跟他们互动 因为人家 按一个站 我总是要回一个站 这是我的 我的想法了 在新加坡 容易不多 我在那里 一下子 哇 我都来不及看 每天 都有新的站进来 我就要回站 人家站你 你回站他 这个是我觉得我应该做到的 所以我一下子认识很多朋友 很开心啊 在高雄 然后里面也有台南 台中台北 也有新加坡人 就是四海之内 接兄弟 所以认识大家 大家很客气啊 称赞我 还说我 我的评论有深度 我都不好意思 我怎么有深度呢 哎呀 我是真的是 现丑嘛 但是我想 可能 我在力求进步了 慢慢 我的设备也不是很好 我的谈话方面 也不够水准 但是 内容还是很重要 对不对 你跟我说灯光不够啦 颜色不好啊 什么都不好 不要紧 那个慢慢改善 我想现在把握住的是内容 好像昨天 不是昨天 是昨天的吗 是昨天的已经过了12点了 昨天我谈到 我对九二公司的看法 现在非常担心 因为已经被人炒作了 把九二公司跟 一国两制等同 不可能是等同的 一等同的话 我是冲着韩国瑜市场 成了九二公司 如果等同一国两制 对他很不利 对国民党也很不利 也不公平 其实当初九二公司 能够争取得到 大家如果去找 那个历史奄言 其实是 台湾的一个胜利 中国的浪布 真的 他们浪布 好啦 跟你九二公司 但是你就不要 跟我搞台独 就是这样简单 那你现在说 等同一 一国两制 中国并没有把台湾 当成是另一个香港 这个是我们要清楚 你们也要清楚 因为你们有军队 海陆空都有 因为你们有总统 因为你们有 有副总统 你们有行政院长 你们都有这些 你们有保卫 自卫能力 你们也有攻击能力 当然你们不打算 我相信你们 也不愿意去攻击 反攻大陆已经 不是很切实际了 当年当然要反攻大陆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反攻大陆 也不切实际 现在要和平当家 那百姓要经济挂帅 要医好肚子 医保肚子 哪里都一样 每一个国家 如果你没有搞好民生的问题 不要谈民权 不要谈民主 每个人的民主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民权也都不一样 但是每个人的民生问题都一样 哇 我有网上有名媛 这是我个人 不要copy我 这是我说的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人群 他们的民权都不一样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群众 人群 他们的民主都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人群 他们的民生问题 都是一样的 都是要医保肚子 都是要有助有的穿 哇 小兵的名言 哎呀 蛮有意思的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每一个国家 当年岛城 就是为了 选民们 能够 有吃的好 住的好 睡的稳 能够把家建立起来 有家就有国嘛 没家怎么会有国呢 先有国后有家 还是先有家后有国 哎呀 本来今天还要讲 韩国瑜的那个 更做月亮走 很有意思 本来今天 我已经读了 我刚刚读完 王光晴 女士 对韩国瑜 所写的推荐 这本当然是 这本当然是他口述他写出来 文笔非常好 有关系我想我也不谈这个 其实时间是有了 不过我就直接跳到 夜席的部分 第一 夜席 一百天翻转高雄 全台湾 韩国瑜 高雄市长 选战 全纪录 哇 夜席 这个军歌能够 引起 选民人 选民们的 共鸣 一首军歌被 对方打压 好像 韩国瑜 要 做什么 破坏的工作 结果呢 大家都唱夜席 当选民 离开三三造势晚会的时候 在 这些捷运啊 地铁里面 高歌夜席 很简单啊 这首军歌是 所有台湾 男 儿们 当兵时候的歌啊 谁不懂这首歌 这首歌 给他们 挑起他们什么 爱国意识啊 有爱国意识 因为 他们就为了 曾经为了这个国家 他们服务兵力 保卫这个国家 他们就是保卫这个国家 他们就是保卫这个乡土 不要被人家侵占 他们就是保卫他们自己的家庭 他们 看到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国旗的时候 突然国旗 旗海飙扬 大旗 大旗 一面大旗在那边 每个人在传来传去 心中那种激动 我不是 我是外国人 我看到我都觉得 哇 当 这个 肇事晚会的时候 你看到那些 群众拿着国旗 青天白日 落地红 青天白日 从小我们都看这些台湾的电影 梅花 六百钻石 在新加坡我们看这些电影 柯俊雄是我的偶像 当年的 英烈千秋 每一步我都看 林青家 八百钻石 因为女童军 适死把国旗 交给那些军队 死守 四航仓库 跟那个八百钻石的 中国军 那时候我们称他们为中国军 哇 你看到 我永远忘不了那种 影片的那些 片段 又有点 不好了 没办法了 还是继续讲下去 我看到那个葛小宝 你知道吗 你们还记得这个演员 开那个机关枪 开到那个机关枪 烧了被卡住 他竟然在那边 小便 小姐 用那个尿能够 让那个机关 他不会那么烧 然后可以继续不卡 然后继续开枪 烧射 敌人 哇 看得这么 又又又有点风趣 又又很感动 你看这种画面 我现在记得 那你看葛军雄永远就是 哇 一副 领导 领袖 军长 里长 哇 军人的那种帅气 完全展现在他 本来就是高达 那我还知道 知道过 柯军雄 就是在台南 展大嘛 高雄嘛 所以韩国一说 柯军雄要派自传的话 可以用 高雄作为取景 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对柯军雄很认识 他当年还是 厂地厂祭出生的 被看上 来演戏 所以他不是科班出生的 所以你想 哎呀 这个夜夕啊 真的是 第一面你看 让你们看 哦 多么精彩 行动多么多 在漆黑的 敬进 在漆黑的原野上 然后这个卖菜狼 本来多几个月就要退休了 这个 对手 竟然 连他 最后几个月的退休 都不能够 让他退休 意思是说 把他退休金拿掉 所以真的是 沉睡的狮子 真的被你摇醒 突然之间他就重返政坛 选 选这个主席 国民党的主席也选不进 很多人还是没有看好他 曾召去 高雄做主委线 也没有人看好他 这是我已经知道 那我书 还没有读 更详细的 慢慢的 我不是说他能够走到最基层去 三教九流他都 他都吃得开 这个就是最借地气的 三教九流 那些计程车 那些 摊贩 最借地气的 最容易把 消息 传开 他回家跟他太太 哇 每个人看到我眼睛都是亮亮的 渴望我能够带领他们建立一个新的一个生活 只聘经济 不谈政治 哇 你看 哇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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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剃光头也很有意思 选前最后一页 他们不是选了好几百个光头 穿着韩国裔的衣服出来 进场 后来韩国裔没有在里面进场 从另外一边进场 因为那时候选前 置业 哇 遥远满天飞 怕变了暗杀 我都说很危险 像他这样 只要有人拿一把刀就可以随时把它捅上一刀 就没有韩国裔 今天就不懂 台湾的政治有怎么乱发 这个东西卖的出去 冷静的来 这个高雄的一个年轻人 哇 很可爱啊 他讲什么都是讲得好悲好惨 很拨人的眼泪 他后来还骑着自己的单车 去到敌队阵营的肇事网 看看他们的这些参与者 是不是坐这个旅游巴士来 被人赶 我都知道 你看 哇 那摩托车队哦 真的是 你在新加坡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哦 全部违规了 真的啊 假如新加坡 你可以给你竞选基金这样 证报部队都出来把你赶走 摄像机拍了 每一个他 那些单车的 号码被拍到都要超拍 哇 这样 这种 阵仗 哇 你看 你看这个 保护韩国瑜的保镖拿着那个防弹 行李箱 分分钟就 都有理解 还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最后你看 这个是非常成功的 台北 台中跟台 高雄 新北 台中跟高雄 三个市场候选人 哦 判子 燕子 跟兔子 他们三个人真的是 就翻转整个这一次的六度选举里面 拿到三个市场能够选上 那另外两个当然是可惜了 然后这个神绿女超人 台湾的立委就是这样 新加坡是绝对不可能的 发展到这样的一种 为了选举真的是 选民就是不一样的 寒流逆袭翻转全台 因为韩国瑜的效应影影响其他的县市 的选举 所以哇真的是 最后的选拳之业 通常选拳之业的最后一个speaker 最后一个演讲者都是 请什么大佬 对不对 但是韩国瑜就是 邀请他的太太 那一段用附件话 闽南话 听的人都 本来不投的人都会投他 这个厉害 这个叫临门一角 这选举最后的那一段话非常重要 在新加坡也是啊 选举的时候 最后一场通常是最重要的人物 提出一些总结 打动大家 但是我们的就是没有什么特色 你不能够 那种关键 关键的用语 关键的那个演讲的内容 没有出现 很可惜 我不谈新加坡选举 谈的都累 真的吗 也是你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四大语言 讲英文讲华语 但没有语又讲马来话 还要加方言 台湾很简单啊 华语 跟米南语 如果你在 选区是客 客家的就讲客家话 选区是米南话就多讲米南话 选区是三地族的就讲他们的 三地话 所以就是这样他们容易 这方面不像我们 那我们的时间也有限 很多限制又不可以唱歌不可以跳舞 选举就选举好像很理智这样 还有冷静日 他们好像没有理智对吗 是吗 不一定啊 高雄人被统治三十年 那一肚子只有投韩国人 这就是 韩国瑜 衣服就是那一套 这也是一个标志 很重要 相信高雄 相信韩国瑜 我觉得 这个就是 开始就把这些照片 后面还有照片吗 后面陆陆续续 这本书还是有照片 这本书 这本书 更多烟量 走光迟一点 新加坡也买得到 这本书 是大卖的 好像卖剩不多 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有关于韩国瑜的 还有四十五分钟 我就谈谈 我们新加坡的一些事情 我刚才有看到说 过年期间 我们新加坡的一些 饮食集团要收附加费 现在收附加费好像 变成一个非常 苏格苏格就爱做就做就丢了 没口汝 反正我们都习惯了 起价 习惯了 你要起就起 特别时段就是 生意难做 人工要加薪 请工人跪 说你的理由都是很好的 那些 不想多讲理由的就说 你起咯我就不要光顾你 集团里面所属的所有的餐馆 所有的这个小贩中心我不去咯 那我们 有一样东西我也是觉得有点受不了 那些出租车的价格 什么根据你的需求量来来定 有时是真的莫名其妙 有时是真的莫名其妙可以double up的 一个行程二十块的车费可以起到四十块 我不期望你说我五块钱的 十块钱的 我不敢当 但是你起了不要线上钢 总有一个 应该有的 线最高的价钱总是要有一个 很可怕嘛 所以我发现这些出租车他们 这也叫附加费啦 这种是另外一种附加费 然后你说你要在厂收附加费 你要在中药的一些景点收附加费 那我是同意的 但是不是那样的 在平时 那你说这个餐饮收附加费 有些人 报纸就是这样 报馆的记者 问十个人 大部分人反对 他有一个人赞成 他就会把那个赞成的话 写在那个板位里面 然后有反对的 有赞成的 有一个保持中立的 新加坡的报章 访问人都是这样 一样东西就是赞成的 一部分 反对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中立的 明明是很多人反对的 都变成是好像 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那我不是看到那一座新闻 你要过年 要到你要取附加费 你这样一个要取附加费 每个集团跟 国币点也跟 口服也跟 NDUC也跟 加三块钱附加费 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你不要跟我讲 你吃一碗 文兔面四块钱 还要付三块钱的 附加费 还是你超过十块 要付三块钱 还是你要超过五十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说这个附加费 好像已经是 有人花了八十块 增加一个三块钱的附加费 应该是只能去餐馆 我们已经付十七八仙了 哇 讲到这种东西 我好像讲话比较流利一点 我们已经付了十七八仙了 十七八仙的 这个消费税是 七八仙 服务费是十八仙 你现在又加三八仙的 就二十八仙了 对啊 加三块钱 不是三八仙 那你就付了十七八仙的 GST跟服务费 然后又加到三块钱 很可怕 你去一百块钱 你要付一百 十七块 加上三块 一百二十块 那就是二十八仙 一百块 假如说三块钱 就三八仙了 如果是一百块 就三八仙 我觉得这样 哎呀 新加坡人就是逆来顺手 所以我们常常喜欢出国 出国吃东西 总是便宜得多 对不对 总是觉得说 哇 很多古里古怪的 这些附加费啊 这些费用啊 那些费用 然后 追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发现就是 那些电珠 还珠金黄的 闯过去 我前两天 我 一盘 我们 新加坡热 出名的 就是把那些 油条啊 水果啊 黄瓜 豆芽 黄梨 跟这个 阿桑水 还有那个 虾膏 放糖 放花生 这样搅在一起 一旁非常美味的 我们喜欢吃的 属于马来的美食嘛 起初现在变成华人都在做 好像没有看到马来人做卖罗家的 那个 那个大姐跟我讲 我 我叫了 三块钱的罗家 加一块钱的鱿鱼 四块钱 他自己跟我讲 他说不好意思啊 你常常来吃是吗 我就 我就知道 他说啊 他说 我鱿鱼不能够给你太多 他们又取我住进了 哇 你听得很心酸呢 你知道吗 听得很心酸呢 我说 我说 我说不要紧啊 你不然 四块 四块罗家 加一块五块 不然 我说 你放上一块鱿鱼咯 就是四块钱罗家 加两 两块钱 特别 加鱿鱼 我说 你给我两块钱啊 你少我也是 吃的不够爽嘛 对吗 他自己很抱歉啊 他就一直跟我解释 不是 我不是故意跟你这样讲 希望你 我说我知道 我实在上 我没有怪你 我说我做过生意的 我知道 租金很高 他说起到乱七八糟 然后 然后我说 你这个租金多少 两千块吗 没有啦 两千块 啊 更高啊 他说是哦 一颗小小的 罗家摊位 不止两千块 哇 后来他好像告诉我差不多三千块 三千还不过 如果要请员工的话 还要付那个清洁费啊 什么费啊 水电费啊 这些 三千块就是 就是那个摊住 一天一百块 如果你一盘四块钱 他要先炒 二十五盘之后 什么 才可以本钱 才开始赚钱哦 没有啊 还没有开始赚钱 才赚那个租金 炒了二十五盘之后 那个 罗家才开始 只赚了住金 还要赚工钱 还要赚 那个 他的 食材的 的价钱 还要赚水电费 还要赚 行政费 清洁费 哪里这么容易 就是 你看那些 硬奖也好 那些继承车司机 得失司机 每一天 十二小时的 一个班次 他必须下了 超过五个小时之后 才开始赚钱 金赚 五个小时 才还他的 二株 汽油 停车费 才能够真正的赚钱 很可怕的一件事 如果你那天身体不好 体力不好 你要应付五个小时之后 很多时候 我记得我曾经 我当上三年的德士司机 那时候就是真的 有时身体不好 也要硬着头皮去 把那个车柱转回来先 不然你要倒贴 做生意的也是 他们不一定生意好 他们会倒贴的 然后你车 租金 压得他们 偷不过气来 然后你看到 人家说行情不好 好的地方的电租 怕人 不好的地方的电租 不敢骑 但是 店也不敢开 店也倒 那我这次去高雄 也是看到一些 一般的中小型企业 我们这里说的 中小型的 那些 商家都 倒得倒 关得关 放出租的 放出租 真的是没有骗人 我住在美丽岛 地铁站附近的商店 走了一趟 很多 关闭 所以你说韩国瑜市长 他的压力多大 还没有 就职 12月25号 还没有就职之前 你就发现 每个人都要给他 要他 开始 呈现成绩出来 哪里有这么简单 我也不是说过了 如果 他现在 所有的 计划 如果中央没有批准的话 会不会 成为一个最大的 障碍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 相信他 支持他 看他用的人 怎样的去筹筑这个 把这个市政完全的改好 今天的直播也不好 我把整个的这个 我的电流供应 分散了之后 还是我知道应该是有一些模糊 所以没办法 我还是会继续 旅战 旅败旅败旅账 谢谢网友们加入 叶先生 周小姐 还有凯文败旅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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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三个加入 但我不担心 我现在发现我 我开始 这些影片 如果台湾的网民 他们也 也能够接受 他们都给我 他们给我很多 评语 私底下告诉我 我也希望说 台湾人不要担心 不要等到 你们不可能是赵少康 你们也不可能是陈文贤 你们也不可能是 你们也不可能是 那个 那些民主持人 那些民嘴 那些立委 都讲话都很 头头是道 非常 学识淹波 辨别能力 分享能力 都非常强 你们都不是 你们只是普通 像我一样 都是一个普通的市民 但是你要讲的话 是别人不一定有的 你的心 你的心得 你的 你的看法 你的道理 就好像我刚才 不是讲出一句名言 全世界的民主 都有不一样 全世界的民权 都有不一样 全世界的民生问题 是一样的 三民主义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民生 当肚子饿的时候 不要谈民权和民主的 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 我们的分享 总是有一些亮光 带给人的一些纪律 所以韩国瑜 王光琴 为什么写这本书 跟着月亮 他告诉韩国瑜 因为刚才 韩国瑜自己 刚才在直播的时候 也说 他一直在 犹豫要不要写 要不要让这本书出版 后来 王光琴跟他讲说 我给你时间 你不要访问 不要紧 我再给你时间 他是 你的 所做的一切 能够给年轻人 很大的激励 因为他做 他完成很多人 不能够完成的 一个 任务 他是一个失败的人 但是 从失败中站起来 那你发现 台湾现在非常流行 开始流行直播了 如果抢抢棍可以直播 如果 姓林 姓能哥可以直播 谁不可以直播 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看不起他们 他们 他们直播 他们讲话越讲越流利 你看看姓能哥 第一次直播 跟现在直播 你看看抢抢棍 第一次讲话 跟现在讲话 抢抢棍本来就是厉害的 因为他是 他是麦王 他是选举 在那个选举车上 介绍 讲员 不是讲员 介绍这个候选人 讲赵氏 怎样 他本来就是会 但是 你慢慢发现他也是 有职业病啊 你 新人哥也有职业病 他们为什么 现在要这么 辛苦在做这些直播的工作了 为什么 各大电台要去呢 去他们的摊位那边 刚好旁边有一件 卖韩国鱼纪念品 那个我也认识了他们 想不到 那我说 假如新加坡人真的要我这边 纪念品分完了 要买的话 非上网买 但是有人告诉我 中国淘宝已经有的卖了 哇 中国人 心没有爱谈 什么都要赚了 他们已经有了 大家都不是一手的啦 因为韩国鱼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 说要版权嘛 如果他要版权你就不可以 把他的纪念品随随便便放自己的 放他的那个独特标志哦 他的高丽菜啦 他的权权 他自己的那个光头的卡通人像啊 他没有说版权嘛 所以 哇中国人已经可以买到你可以买一个韩国鱼的这些 我本来说要把我的纪念品 介绍给大家 介绍给新加坡的网民看我买到的纪念品 哎呀 又忘记现在放在客厅那边 我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我只有继续的在那边跟你们谈 我很快的五十八分钟 我通常讲一小时 一小时对我来讲 其实 你们觉得啰嗦 就是啦 就是我的特色了 可以不 把 我不是说了 我是 要改名字吗 不要叫小兵叫歪一兵 因为我的肩膀有点歪啊 哎呀不要啦 不要让人家误会我 我以为什么 是你到底是身体歪呢 还是你的心歪 你的头脑歪 就不要这样的名字 那我也可以改名叫什么 啰嗦王啊 啊 脸书已经 韩国裔后援会的脸书已经 他们有 不懂来新加坡 我们的脸书没有是吗 在他们的脸书的直播 就是那个后援会 韩国裔后援会 他们已经 不懂他们怎么去 我已经成为他们的 起初是成为他们的 配涂地 配合的配 涂画的图 皇帝的地 意思是说你post很多照片跟影视 配涂地一定的一个数量了 然后我今天容身为话题网了 我就是大概在高纯那几天没有 每天都有post 那样跟台湾的网民有一个互动 然后他们网也积极交流 加入我的youtube 他们其实都是我的 然后 你每一个post几百个人 千多个人 我没有变心啊 我现在还是在小兵直播课里面 跟你们分享这个直播 然后我再转成youtube 然后再放在韩国瑜的后援会里面 然后也在youtube里面 慢慢就是把它整理 然后那个讯号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已经一直在尝试 是不是因为我的那个器材有问题 总之我一定要弄好它就对了 慢慢的求进步 如果你们发现效果不好 请不要介意 请你们多多指教 是内容方面 然后内容方面 如果我讲话的技巧不好 也不要介意 因为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想我就是脸皮要厚一点 为什么不要脸皮厚一点呢 讲啊人生 我都讲了将来我 我离开人世的话 我写什么书都没有用啊 你还要 让我家里的人 废人的眼神去看我写的书吗 我讲的话他们可以听啊 就是 可能一人调来马赛劳啊 我安啊 西里要经历了 我真的跨没得到一 外人家调到一项 我还要安慰 都知道了 所以接下来我现在就是 重点放在我们新加坡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也 重点放在韩国瑜的这个后援会 就是关于整个台湾的一些局势 作为第三者作为外人我怎么看 当然我也是很小心啊 我不要有一天不能够进台湾 不会啦 讲话要有分寸就可以了 声音又不大好了 明天又是星期六一天 哇又是我非常开心的一天 没有啊我下午要工作的 后天也要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拜六礼拜 但是我非常开心 好了 跟大家说晚安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